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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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會看到文章的題目 就是先錄登揭 美國監控活動是否叛國 觀眾可用遙控器的Wing仔 或者是空姐投票 紅色是叛國 綠色並非叛國 而藍色是五色叛斷 文章結果會在星期一的時事 全方位跟大家一起公布和分析 昨天說到郵輪碼頭 對於香港旅遊業幫助大不大 說幫助很大有百分之二 有百分之四的觀眾 幫助不大 沒有幫助百分之二十 而不知道是百分之四的 我們看到業界的人士 他們都很雀躍 雖然遲一些 業界當然會雀躍 比沒有好 但當初為何郵輪碼頭 我經常都說 要回到當初成立的背景和目的 當初是因為要搞好香港旅遊業 因為沙士前後 香港都是在談一個所謂經濟轉型 經濟轉型那一刻 是不是傳統產業都不能夠放棄 不能夠放棄的話 香港缺乏什麼呢 第一個其實很重要的就是所謂的 油輪碼頭 你想想什麼都有了 是的 飛機也有 機場已經又大又漂亮了 當時又傾自由行前後 也都做了 除此之外 還有沒有一些所謂的 比較高消費的旅客 怎麼吸引他們呢 也不能夠長期依賴中國的遊客 於是當時想到 你一定要建一個企特發展區 不如建一個郵輪碼頭 做一些高消費的事情 當時是這樣想的 而潑冷水是有理由的 因為郵輪碼頭 香港怕什麼呢 就是貴 其實什麼都是 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貴 每樣東西都貴 如果建郵輪碼頭 你又要和輪近地區競爭 你又貴 你說泊位又貴過人 是否需要一個郵輪碼頭呢 但是人家已經建了 現在很明顯已經看到了 或者你說 是否尖沙咀那個 就夠了 需要多建 當時其中一個討論 尖沙咀是否用完 如果你政府覺得尖沙咀那個 不夠效率 你亦都可以收回來做 當時是想這些事情 後來由於是這樣 所以招標的時候 真的 流標 政府現在自己做回 所以就有這些問題 當初其實是有點冷水 但是對業界來說 其實最近這幾年 真的沒有什麼大型的 所謂的刺激性的 所謂的一些好東西 令到業界很開心的東西 包括廉航又搞不定 好像對業界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也好 所以就是清傳 所以說是看到郵輪碼頭出現 不過你先搞好一些交通的配套 剛才有人說 原來那天沒有去到 原來當時的保安 要求是所有車要有 要有交通的 但是的士就不給交通 所以的士不能進去 怪之得 剩下旅遊車才能進去 這些就是之前的保安 沒有溝通 做得好些了 大家父親節快樂 請記得再見 拜拜